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到合议神秘男子圣夜现身街头 卓玉彤似乎已是已经喝醉了 被盖民男子直接公主抱下了车 卓玉彤十分信任地搂着神秘男子的脖子 连也亲密地靠在她肩头 不过许是动作幅度太大 卓玉彤的上衣直往上窜 露出了腰间大片肌肤 神秘男子也毫不避讳地将手直接放在卓玉彤的腰上 关系看上去十分亲密 卓玉彤靠在该男子身上 双手抱着其脖子 亲密地靠在她的身上 动作幅度过大 导致卓玉彤上衣被高高支起 露出腰间的皮肤 值得注意的是卓玉彤腰上的肉还蛮多的 看样子是宅家的这段时间 食物没少吃啊 当天卓玉彤和这名男子 以及其他友人一起聚餐 从爆出的照片来看 卓玉彤和友人悠闲的作者聊天 而这名男子则站着看着卓玉彤 甜蜜之情预言表聚餐完 这名男子便将卓玉彤送回了家 据悉这名男子名为郑旭哲 是一家照相馆的总经理 也是个富二代 身家不菲 而他不久前才与老婆离婚 刚恢复单身就被拍到 与卓玉彤行为亲密暧昧 不过2月前卓玉彤还被拍到 与男友在街边亲热 据媒体报道 卓玉彤与男友两个人见面后 聊了一会儿后 就隔着口罩当街亲了起来 这样的恩爱程度 也让网友大呼甜蜜 不过其实卓玉彤在感情方面 并不算太顺利 卓玉彤在一档综艺中 自曝自己曾遭一任男友劈腿十几次 但每次他都选择原谅对方 甚至在下一任男友得知此事 问他可以忍受自己几次时 卓玉彤还大方回应 可以三次 不然不太公平 而卓玉彤这种对待感情的态度 也遭到了网友的质疑 就连节目现场的主持人听完 都直言表示很担心卓玉彤 称卓玉彤对于感情这件事 没有完整的概念 卓玉彤的感情经历 其实颇为丰富 不过感情的事都是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如今已经34岁的卓玉彤 也已经到了陈嘉丽业的年纪 即便有新的恋情 传出也实属正常 说到卓玉彤很多人没听过这个名字 但是一说起熊秀网友就明白了 卓玉彤又叫熊秀 外表甜美 身材活辣 是很多宅男心中的女神 在社交平台上拥有不少的粉丝 她的绯闻是可以跟孝尔轩的 情史相提并论了 先说她的名气在国内并不怎么样 但是前男友是个顶个的帅气 令很多网友大呼羡慕 卓玉彤的上一任就是小有名气的演员 曾出演过电影《小时代》中 饰演威海的男星堵天号 后来两人不知为何突然间就分手了 原因至今不明 据悉现任男友的真名叫郑许哲 是一家照相馆的老板 还是个富二代 据说前段时间才跟老婆离婚 没想到时隔不久就被拍到 与卓玉彤的亲密照片 在小明星大跟班中 熊熊坦言曾遭一任男友劈腿十几次 她都选择原谅 分手后下一任男友得知此事 问她那我可以几次 没想到她竟然答应可以三次 不然好像不公平 据台湾媒体报道 熊熊拥有情纯可燃的脸蛋 前途后翘的身材 让许多男粉为之疯狂 不过她的情络却不如想象中顺遂 在小明星大跟班中 她坦言曾遭一任男友劈腿十几次 她都选择原谅 分手后下一任男友得知此事 问她那我可以几次 没想到她竟然答应可以三次 不然好像不公平 在小明星大跟班中 熊熊被孙协志 选为绝不可能娶回家的对象 但并不是她个性不好 而是因为她在爱情里 是公认的傻女人 她的某任前男友惯性偷吃 已知就有十几次 没想到她这样不但都能接受 到了下一任男友时 对方得知这段往事 问她如果前任都可以那么多次 那我可以几次 她想了想说 如果一次都不行 好像对你不公平 那不然就三次 潮湖想象的答案 让现场来宾都傻眼 不过熊熊解释 允许三次是三年前的事情 现在已经不会再这样了 当然是让孙协志很担心 只说你真的要聪明一点 不然会被骗得很惨 这也是孙平选她为最后一名的原因 你对于感情经营这件事 还没有完整的概念 现阶段你是不可能当老婆的 熊熊多年前的黑历史不紧 脸颊风雨 整个人略血浮腫 皮肤也不像现在一样白皙动人 和现在的相差太大 再加上当时的拍摄技术 及化妆技巧 导致很多网友 根本没有认出来是她 现在的熊熊女大十八变 身形变得纤细 下巴也明显消瘦 迷人在脸旁激活了的身材 令她大受粉丝欢迎 在综艺圈也做出好成绩 另一部首粉丝 跳出来立体熊熊 熊熊真的赞 就算没求个性连蛋 我也照推 谁没有过去 熊熊很优质啊 这旧照可能不止六年前 人本来就会变 熊熊去年被拍到 和一名身材高壮的男子 甜蜜约会 还一起回到爱的小窝 看似处于统局状态 南方集体是ABC华裔男星 杜天浩 现年25岁的她 其实来头不小 不仅在大陆颇有人气 过去还曾和宝仔身 女星五腕均有过一段情 杜天浩拥有178公分 高挑身材 最初拍摄女团ROMI 爱我像从前一样MV出道 童年随体被知名 制作人柴志平相众 参演郭敬明导演 电影小时代系列作 片中饰演魏海一角 随着票房大卖 她的知名度与人气 也跟着提升 之后陆续参演 《真子花开》《美容针》 夏天19岁的肖像等电影 演艺重心仿在内地 不仅如此杜天浩毕业 于多伦多大学 该校使加拿大培养出 最多洛贝尔奖得主的名项 据时报周刊报道 曾主演过多部 八点档的本土剧 《一姐无碗君》 过去在百货 被周刊拍到 欲行还牵手 清廉南方救水杜天浩 如近4个月10个月 杜天浩进来 被拍到和熊熊同志过夜 互动自然有情命 她的微博还曾po出 两人怜悯 送花给何炯 显见好交情 在朋友圈中早已不是秘密 事实上熊熊三月就曾招任 身旁有暧昧对象 透过朋友介绍和一位ABC男 互相认识中 因为之前喜欢的人都是不OK 所以要靠亲友团鉴定 我很相信算命 所以也想要和她的神神八字 但现在都没有到很熟 要八字太奇怪了 她当时也说现在32岁 想有一个好的归宿 马上闪婚也不无可能 结婚有了小孩想转型 希望获得妈妈女性粉的欢迎 被封为台湾第一巨入的 其男美女卓玉彤 2013年拿下媒体评选的 新宅男女神的美胸女神宝座 颁奖当天以红色低胸洋装之资 今夜全场 如今她再度入围 2014年新宅男女神 不但作为美胸女神第一 还亲切用心地与粉丝互动 让网友忍不住直呼 真的是女神 如今已经34岁的她 早已经不再是小女生了 到了陈伽利业的年纪 有了新的恋情也不为过 对于她来说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解决个人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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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